OK,我们开始吧 你今天吃的什么? 这个是吃了差不多250克左右的牛肉 牛排,然后还有6个鸡蛋 75克的脂肪 除此之外就还有一些125克左右的蘑菇 你今天怎么锻炼身体的? 今天是练胸 然后再就是20分钟的这种高强度间线训练 然后以及10分钟的这种单车的骑行 你今天睡眠怎么样? 今天在床上躺了差不多5个小时左右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有个不到一个小时吧 清醒的这个或者半清醒的这个状态 白天睡了20分钟左右 你今天学的最重要的一个观点是什么? 和别人谈话其实就是在别人的这个大脑中 重构一个世界出来 你今天学的最有趣的一个细节是什么? 整天把耳朵塞住就会让我感觉特别的精神 你今天觉得最难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怎么安排一个绝对安静的环境 然后来做测试 你今天觉得最愧疚或生气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计划想做的事情没有做 然后这件事本身没有让我感觉到特别的焦虑 你今天不是应该是你未来想做什么? 就是不是思考怎样去获得时间 而是去思考在给定的时间内 怎样最大化它的这个影响力 看来这个影响力 和其他影响力